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和信徒开始注重全人健康 它指的是身心灵的健壮 其实全人健康并非是现代教会的专用名词 早在上帝创造天上地下的百物时 就定义赐给亚当和全人类一个健全的生命 真言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为的是要我们学习仰赖上帝 英文的翻译是 Do not be wise in your own eyes 就是不要依赖眼目和眼前的事物为聪明 起初亚当和夏娃会落路试探 不是因为眼目出错了吗 创世纪三章六节说 女人借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越人眼目 因此栽了分别三个的果子 就是知识树 可悲的是 从此人类就依赖眼目所看到的为聪明 不再凡事求问上帝的智慧了 真言再次的提醒我们 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有真正的健康 因为敬畏神使我们更敏锐的 远离不讨上帝喜欢的事 生活处事也不会依赖天然人的情欲 而情欲大部分发生在情绪上的 脑路纷争等等 上帝知道污秽 脑路纷争 苦毒嫉妒 都是情绪的独意 这些独意 一点一滴的轻负我们 最终因心里的厌恶 苦毒 忧虑 沉浅和畏惧 把我们身心灵都给拉垮了 2020年北美最重要的健康排行榜中发现 忧郁症跳躯榜首 这更显示了心灵的问题 成了现代医学重要的研究 真言说 敬畏上帝的便医治你的肚脊 滋润你的白骨 当一个人成长 累积情绪伤害 又埋藏苦毒在心中时 这些毒素就入侵我们的白骨 造成许多不明由来的疼痛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二世 特别是要放下心中 各样缠绕你的情绪 以及埋怨 知道吗 唯有耶稣可以帮助你 可以医治你的肚脊 滋润你的白骨 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良方 你不妨试一试 愿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你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